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55年年授贤时 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 主动提出不要军衔 结果被授予元帅和大将军衔的军队领导人 高峰亮节 以身作则 纷纷提出降贤 徐向前立即提出让贤 他给出的理由是 既然革命已经成功 当不当元帅无所谓 对于徐向前让帅的举动 毛主席得之后很感动 他在给徐向前授贤时 握着他的手说 好人 好人 但是 我们知道是没有任何理由 可以不让这个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军内山头最大的同志受贤元帅 此人指挥的队伍是林彪的四倍 胜利后却拒不当元帅 朱席用四个字评价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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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